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期人类在篝火旁烤着猎物 香气四溢 吸引了周围的野兽和同伴 于是 烤吃的传奇就此开始 而蜜汁的加入则是人类对味觉的探索与创新 古代的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蜂蜜来调味 甚至在《本草纲目》中提到过蜂蜜的药用价值 想象一下 古代的厨师们在烹饪时 可能会一边吟诵着诗词 一边将蜂蜜撒在烤翅上 结果不仅让味道更加丰富 也让人们的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接下来 我们要谈谈甜和辣的结合 甜味和辣味的对比 就像是古代哲学中的阴阳 二者相辅相成 确一不可 甜味让人感到温暖和舒适 而辣味则带来刺激和兴奋 就像是一个古代的文人和武将 文人温文尔雅 武将英勇无畏 二者结合 才成就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现代 蜜汁烤翅 已经成为了许多聚会和烧烤派对的明星 想象一下 朋友们围坐在一起 手里拿着一只烤翅 嘴里咬着 甜蜜的蜜汁与微微的辣味在舌尖交织 仿佛在进行一场味觉的舞蹈 此时 谁还会在意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呢 当然 蜜汁烤翅的制作过程也是一门艺术 首先 你需要选择新鲜的鸡翅 接着用蜂蜜 酱油 蒜末 辣椒粉等调料腌制 最后放入烤箱或炭火上烤制 这个过程就像是古代的炼金术 经过火的洗礼 最终变成了美味的佳肴 最后 我想说的是 蜜汁烤翅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它代表了人类对美味的追求 对生活的热爱 就像古代的诗人们用文字记录下他们的情感 今天的我们也可以用味道来表达我们的生活态度 所以 下次当你在享用蜜汁烤翅时 不妨想想它背后的历史与文化 或许你会发现 味觉的冒险其实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程 记住 生活就像蜜汁烤翅 甜中带辣才更有滋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疯狂酸辣 泰式青木瓜沙拉的挑战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泰国经典美食 青木瓜沙拉 SOMETOWN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疯狂酸辣 这道菜不仅在泰国本土广受欢迎 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酸辣风潮 不过 吃这道菜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今天就让我带你们深入了解一下 这道美食的挑战与乐趣 首先 青木瓜沙拉的主要成分是青木瓜 青豆 番茄 花生和香菜 当然 最重要的调味料是鱼露 青凝汁和辣椒 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但实际上 制作这道沙拉的过程 就像是一场烹饪的极限挑战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热带的街头小摊前 摊主用一个木锤在一个大石就里砸着食材 这个过程不仅是为了混合味道 更是为了释放出食材的精华 你可能会想 这有什么难的 但当你看到摊主用力地捣碎那些辣椒时 你会意识到 挑战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是调味 鱼露的咸鲜 青凝的酸爽 辣椒的火辣 这三者的比例就像是调音师在调音台上调节音量 稍微多一点就会让你感到耳鸣 有一次 我在泰国的一个小摊上点了一份青木瓜沙拉 结果摊主给我加了足足五根辣椒 我一口下去 感觉像是直接吞下了一颗火星 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仿佛在参加一场泪水挑战赛 当然 青木瓜沙拉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味道 更在于它的文化背景 在泰国 青木瓜沙拉不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种社交活动 朋友们围坐在一起 分享这道菜 互相挑战 谁能吃得更辣 谁能忍住不流泪 这样的场景就像是一场酸辣派对 让人忍俊不禁 最后 我想说的是 青木瓜沙拉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种体验 一种挑战 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无论你是喜欢酸辣的勇士 还是对辣椒进而远之的温和派 青木瓜沙拉总能找到适合你的那一口 所以 下次当你在泰国的街头 或者在家里尝试制作这道菜时 记得带上你的勇气和幽默感 毕竟 生活就像这道沙拉 酸甜苦辣 尽在其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香农重口 黑椒牛肉的极限体验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古代的诗词歌赋 而是现代厨房里的黑椒牛肉 这道菜可谓是香农重口的代表 简直是味蕾的狂欢派对 想象一下 嫩滑的牛肉在黑椒的包围下 仿佛在进行一场热烈的舞蹈 跳得你心花怒放 首先 黑椒牛肉的历史并不由久 起源于西方的黑胡椒 后来被引入到中国 成为了中西河壁的美味 黑胡椒的辛辣与牛肉的鲜嫩相结合 简直是天作之和 有人说 黑椒牛肉就像是牛肉界的摇滚明星 总是能吸引众人的目光和味蕾的尖叫 在制作这道菜时 最重要的就是牛肉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费力 肋眼 甚至是牛奶 但记住 牛肉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最终的口感 有人曾经开玩笑说 选牛肉就像选对象 得找那种有肉有料的才不会让你失望 接下来是调味 黑椒的用量可要掌握好 太少了 牛肉就像是失去了灵魂 太多了 吃起来就像是在参加黑椒挑战赛 我曾经见过一个朋友 自意地撒下了一整瓶黑胡椒 结果他在餐桌上演绎了一场喷火表演 让我们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最后 黑椒牛肉的搭配也很重要 无论是米饭 面条 还是蔬菜 都是绝佳的伴侣 有人说 黑椒牛肉就像是一个多菜多艺的明星 能与任何食材搭配 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总之 黑椒牛肉不仅仅是一道菜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他教会我们在平淡的生活中 如何找到那一丝香浓的重口味 希望大家在享受这道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与激情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踏上了一段美食之旅 探索了三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 秘枝烤翅 泰式青木瓜沙拉和黑椒牛肉 每一道菜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历史 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关于味觉 文化和生活的故事 首先 秘枝烤翅以其甜辣的完美结合 带给我们令人愉悦的味觉体验 它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人类对火的热爱与对味觉的探索的象征 接着 青木瓜沙拉则挑战了我们对酸辣的极限 让我们在热带街头感受到文化的交融与人际的欢聚 最后 黑椒牛肉则以其香浓的重口味 让我们在餐桌上体验到了一场味蕾的狂欢派对 这些美食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更是生活中一种享受和表达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挑战和机遇 秘枝烤翅的甜与辣 青木瓜沙拉的酸与辣 黑椒牛肉的香与重 都是生活的缩影 在结束之前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 生活就像一盘美食 只有在尝试不同的味道之后 才能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极致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美食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有没有想过自己尝试制作一份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经验 或者提出问题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毕竟 美食的魅力在于分享与交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